主料,西葫芦300克,主料,油25毫升,盐,调味下油15毫升,葱10克,将3克,蒜10克,背景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西葫芦洗净,切开去囊,切成薄片,葱,姜,蒜切碎,锅里放油,放入葱,姜,蒜煸出蒜的香味,放入西葫片翻炒片刻, 放入调味酱油和盐翻炒,放入类精调味即可,烹饭技巧,出国前放入类精调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